会名盲校 到了学校我们先到穿堂集合 发放志工背心让我们穿后 开始来参访 老师在跟我们介绍校园环境 最特别的是校园的地形图 为了让市长同学了解地图特别做凸起来 让市长同学可以透过用MOD来读懂 像这样放大给大家看 校园环境 都是有导盲砖 这是布告蓝 学生点字的方法让学生读 学校特色 学生的体育课教材 这种方便是蛮厉害的 因为他们会投股机走一走 走一走之后他脚子会放这样 或者是会放这样 然后做这个 就是你要让他们拖来 有一些比较聪明 但是后来更聪明了 直接坐在上面 所以这个也没用 但是当初是为了让他们可以持续接受训练 因为像有时候小朋友如果真的不愿意做 老师最困难的就是叫你做什么就愿意做什么 小朋友真是最好教你的 但是有些是你希望他做但他不愿意做 那怎么办呢 想办法 如果这个是对他有用的 例如说总部机是有用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尽量去想 这个叫水疗室 里面有很多专业的器材来辅助 行动不便的学生 这是在帮忙 陶毅老师的照片分享 很感谢有这次的校外志工活动 让我接触到自己生活圈遇不到的人 这里的老师都很有爱心与耐心 同时也觉得自己拥有健康很幸福更加知足 希望之后能够有更多机会来做志工